我一定不是你众多女朋友中最美的 但是我一定是你最好的心 这是吴雅婷在2015年对王月新立下的卑微誓言 吴雅婷放低身段 并不是她不够优秀 而是王月新社交圈接触的女人太过优秀 2013年 王月新被爆出与美女兔小兔一同赴韩国约会 兔小兔可不是一般的美女 据悉她曾是签约艺人 而后转行做经纪人 跟豆德 周扬青等一线网红交情北起 她不但跟黄子涛 加拿大电门有过传闻 还被爆成是彭玉唱的女朋友 颜值一点不输当红明星 老公的前任段位这么高 难怪妻子在婚姻里没有安全感 但就在吴雅婷用心维系婚姻时 王月新在节目中公开的一句话 更让她难过 作为丈夫的王月新 一脸真诚的让她生完二胎就去找个男朋友 要不你生完老二之后 你去找个男朋友 看和解的眼神 就知道当事人吴雅婷有多愤怒 吴雅婷和王月新是在一场聚会中认识的 王月新就在酒精的催化下 向吴雅婷申请告白 谈恋爱满一年后 王月新与吴雅婷奉紫成婚 婚姻维持不过五年 两人就协议离婚 离婚后 王月新的态度让网友明白 也许一开始她对吴雅婷就没有爱 有一次吴雅婷参加综艺时 给王月新打电话 没想到王月新的反应令人惊讶万分 喂 你好 你在忙吗 我说你在忙吗 哪边 哪边 你有必要这样吗 节目一经播放 王月新就遭到了网报 结婚五年 他居然连对方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当吴雅婷在节目中被问到 离婚有没有原则性原因时 他迟疑的回答更是令网友感到心疼 所以你们俩之间是没有原则性问题 算没有吧 简单的一个算字 包含着些许退啊 也给王月新留足了面子 据知情人透露 刚离婚没多久的王月新在酒吧嗨玩 和辣妹共同出入酒店 相谈甚欢 有网友因此感叹王月新忘记吴雅婷只需要两个辣妹 而吴雅婷真正放下王月新却至少需要十年 为什么说曾益是全中国最容易挣钱的歌手 全中国挣钱最容易的歌手 曾益 最幸福的人 为什么呢 你给我给我个节奏 你给我给我个节奏 给个节奏 跟其他起歌 有记者爆料 一次在现场演唱会上 曾益中途溜去吃宵夜都没有人发现 就连曾益自己都公开自嘲 很多朋友啊都说我们唱歌特别土 这歌土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猜几个城 2004年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红遍全国 而曾益只需要带着大金链子吼两句也就完事了 相同的 在最炫民族风中他连歌词都不用记 只需要重复零花的歌词就可以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怎么没就让你留下来 永远都唱歌最炫的民族风 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难怪韩红会调侃她是全中国最容易挣钱的歌手 虽然曾益看起来赚钱轻松 其实他心里也有很烦恼 虽然组合伙吗 他却没什么存在呢 当年凤凰传奇暴露 最炫民族风几乎成了广场舞的必选曲 是大爷大妈们心中的金曲套话 但在大家的印象中 凤凰传奇就是由霸气的女歌手和随便一个男的组成 有一次凤凰传奇外出遇到大妈粉丝求和你 正当曾益开心的以为终于有人认识自己是 大妈一转头 把手机塞到他手了 当他帮忙拍照 曾益顿时尴尬的说不出话来 作为组合成员 既没有多少台词又缺少辨识度 可他为何还能分走一半的收入 难道凌花不会反对吗 事实上 他们合作23年以来从没因为贡献度吵架 甚至始终55对半分钱 将时间拉回到1997年 凌花孤身一人到深圳某歌舞厅打工 而曾益就是歌舞厅的音乐总监 曾益觉得凌花唱歌很有天赋 于是两人就搞两个酷活组合 为了组合能够生存 曾益不仅省势俭用还四处筹款 这让凌花十分感动 凌花说 现在的钱是你借来一起花的 将来赚的钱我们也要对半分 2003年 制作人和沐阳创作月亮之上 一直苦于找不到适合演唱的歌手 直到一次在收音机听到凌花和曾益的歌曲 这让他喜出望外 于是立即邀约曾益凌花演唱 2004年月亮之上大火 凌花被孔雀唱片公司探中 公司向他发出签约邀请 但却不愿签增语 面对孔雀唱片的请求 凌花果断拒绝 我说我们两个是组合 你这样的 你要签就我俩一起签 你要不要我就不来了 对 凌花的坚持是孔雀唱片终于妥协 以组合形式签下两个 并更改组合名为凤凰传奇 2005年凤凰传奇参加星光大道一组掌握亚真 凌花和曾益彻底大悟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民族歌手 这是杨子出席活动最没有存在的名字 2017年 杨子和参演欢乐颂的姐妹受邀参加巴沙慈善演 在合照环节 杨子和那些争先恐后找尽头的明星形成了鲜明对比 杨子不仅主动走到边缘的位置 甚至默默退到后排 由于个子不高的原因 他只露出了半个头 但依然是满脸欣喜和大家一起而已 但这其实并不是杨子第一次证明 在2016年的微博之夜舞台上 主办方根据人气给杨子安排了C位 但当他看到前辈刘涛和王子文上台时 再次主动退到一旁 把中心位留给他们 在某个活动现场 原本坐在红毯旁边的杨子 看到吴京和徐征经过 他没有选择默示 而是乖巧地站起来 看到两位前辈交谈圣欢他也没有打断 而是全程面带威胁 带着尊敬的眼神注视他们 直到吴京和徐征离开之后 他才坐下 不仅是台上 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杨子依旧十分温暖 当他得知马思纯症遭受抑郁症折磨时 他就像太阳女神一样 经常陪在马思纯身边照顾他 甚至还会经常打电话给马思纯 找各种笑话讲给他听 我在生病的时候 他给我打过一次很长时间 他对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明明是我不太好 但是他哭得比我还伤心 要知道 马思纯曾抢走杨子在独二里的角色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继承 反而在马思纯最难过的时候 陪在他身边 也难怪马思纯把杨子当作轻姐妹 杨子不单单对待圈内好友细致用心 对待粉丝和观众也十分温柔 每次登台表演结束后 他都会真诚地向观众鞠躬致行 在片场收工时 他会和工作人员一起玩玩 还会请剧组所有人吃好吃的 一点明星的架子也没有 就算是面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 杨子依旧格外宽容 2021年 一个网友恶意造谣杨子 杨子一纸诉状把对方告上法庭 但到法庭上才发现对方是未成年人 而且家境准复 父母失业在家 杨子毫不犹豫地选择谅解 还让对方不需支付任何赔偿 试问如此人美心善的杨子 有谁不喜欢吗